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歌特式的教堂建于1885年 是建筑师John Turner的作品 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建筑的外墙斑驳陆离 有一种年代的沧桑感 一百多年来 教堂一直服务于小镇的社区 里边还开设有各种学习小组 社区服务 儿童俱乐部 以及园艺课程等等 这是位于老教堂一侧的巴黎小镇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是在1902年获得卡内基资助后扩建的 1995年又进行了翻修 直到今天还仍然作为公共图书馆 为巴黎小镇的居民服务 我们顺着小街往小镇Downtown的方向走 现在来到的就是小镇Downtown的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 在十字路口的一角就是小镇著名的历史建筑 Arlington Hotel 我们现在呢就是走在这个建筑的一侧 这座建于1850年代的木质结构和石膏建筑 最初被称为Bright for the House 后来添加了黄砖和罗马式拱廊 1882年被重新命名为Arlington Hotel 这座历史悠久的酒店充满了无数故事 最近对房间进行了全面翻修 从海明威到雪莱 每个房间的设计灵感都来自于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Arlington Hotel 这座建筑现在被列为安省的文化遗产 穿过十字路口 我们先到Grand河的桥上看一看 Grand河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条大河 这条河跟我们在22期Alora视频中介绍的Grand河是同一条河流 它位于安大略省大吉玛提地区的西部边缘 这条河从安大略省的沃罕的源头一路向南流经安省的许多小镇 最后汇入伊犁湖的北岸 沿着河岸这些高低不一的建筑 都是巴黎小镇商业主街上的各种饭店和商铺 小镇夏季的Grand河上也有许多水上活动 比如漂流 皮滑艇 独木舟等等 在小镇河边的餐馆露台上坐满了享受夏日时光的人们 我们现在就去巴黎小镇的商业主街道上看一看 这是小镇主街道的尽头 现在正在绘制一幅巴黎小镇创立者Hiram Capron的壁画 也许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完整的画面了 壁画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巴黎小镇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Brandt县的一个社区 面积大约是13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是14000多人 曾被Hiram Smith杂志评选为加拿大最美丽的小镇 小镇成立于1850年 1999年小镇镇政府并入Brandt县 结束了149年的独立自治历史 巴黎小镇也成为该县人口最多的社区 这里就是小镇上主要的商业街 Brandt River Street 在对面巧克力店的旁边 91号Brandt River Street 1876年8月10号 贝尔成功收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长途电话 所以巴黎小镇是长途电话诞生的地方 我来巴黎小镇最初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 尽管它和法国的巴黎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 还是感到有一些经验 整个小镇的当趟被山坡上的绿树 以及河流所环绕 当趟不大 主商业街也不是很长 逛起来非常的轻松悠闲 现在来到的是小镇商业街另外一边的尽头 在这个街角公园四面中的背后 就是小镇修建的战争纪念碑 纪念碑上镌刻着巴黎小镇 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士的名单 这是纪念碑旁边小路上的商店 在纪念碑的后方 是这个小镇的一座可以追溯到1889年的历史建筑 Winsey Mills Company 现在这座老建筑已经焕然一新 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餐饮和艺术中心 里边的各种食物 还有咖啡奶酪和艺术品等等 也受到游客和当地人的喜爱 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是市场的休息日 唯有一楼大厅的咖啡店仍然开放 离市场不远的街道上 矗立着巴黎小镇曾经用过的一个大钟 这个钟铸造于1874年 重1233磅 曾经挂在巴黎镇政厅的塔楼上 一直到1950年 现在回到了小镇当趟主街道的另一侧 街边这个小小的鹅卵石观景台 可以带您欣赏到河边的景色 巴黎小镇的创建者 Hiram Capron是一个美国人 当他第一次旅行 看到这片土地时 他认为这里适合建一个城镇 1829年 他买下了这块土地 举家搬到了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美国人 石匠大师 Levi来到了巴黎 向市民介绍了鹅卵石建筑 他用鹅卵石建造了两座教堂和14座房屋 其中大部分被精心地保留了下来 Paris其实是当地建筑大量用的石膏的名字 小镇的创立者 Hiram Capron提出了用它作为小镇的名字 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些牌子上记录着 为这个观景台捐款的人们 小镇当趟的建筑 除了战争纪念背后的一幢新公寓以外 其余所见 大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建筑 使整个小镇看起来具有一种岁月的沧桑 历史的沉淀 阳光下的小镇显得和谐而温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小镇当趟的一家礼品店 在这种小店 你总能发现让你感兴趣 意想不到的小东西 小镇上的人们都很友好 走进这家服装小店 热情的老板娘 让我们来到了店后面临河的阳台 还向我们介绍河边从早到晚的美景 逛了大半天 我们来到了这家拥有河边最高露台的餐厅 休息一下 这家餐厅一共有三层 每一层都可以看到河边的景色 我们选择了最高一层的露台 从这里可以一览 Grand河和威廉姆桥 河上偶尔有漂流的人们 在折阳散下纳凉休息吃饭 享受着夏日的微风和午后的悠闲 巴黎小镇被称为加拿大的鹅卵石之都 据记载 如今小镇还剩下两座鹅卵石教堂和十二座鹅卵石民宅 这些建筑均均建于1800年代中期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小镇上的几座鹅卵石建筑 这是小镇上的一座鹅卵石教堂 St James教堂 教堂建于1838年 是巴黎小镇现存的最古老的教堂 后来经过三次整修 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修建的鹅卵石大门入口 这是教堂旁边的一座两层的鹅卵石民宅 建于1845年 这里现在仍有人居住 原来的内门也依然存在 这就是当初来小镇的美国石匠大师 里外1852年用鹅卵石为自己建造的房子 这个鹅卵石小屋仍然保留了原有的门廊和厨房 温馨的小镇浪漫的气息 走走停停感谢您一路的陪伴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一起旅行 一起领略更多美丽的风景